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还邀请了很多的知名运动员 为大家科普一些健身的小喵招 这次 央视新闻更是搞了一个冠军司教课 邀请了不少奥运冠军 为大家当健身老师 这部 央视新闻就邀请到了全红蝉 看到妹妹久违的亮相 粉丝也是激动坏了 看着全红蝉在镜头前一本正经的授课 完全没有知情搞笑女的影子了 全红蝉这个课程 主要是教大家一套紧直妖夫方法 带大家收紧核心 帮助大家减少脂肪 收获马甲线 说完 全红蝉就开始认真的做起了健身动作 这些动作一共有九个 分别是左手鸟是伸展 右手鸟是伸展 平板支撑 仰卧曲腿两头起 直腿摸脚 左侧侧支撑抬腿 右侧侧支撑抬腿 腹身登山 腹部伸展 看全红蝉几乎是一气呵成 丝毫不喘气 真的让人佩服不已 而且她的大腿肌肉格外强劲 这肌肉的线条太明显了 不愧是奥运冠军运动员 小小年纪就拥有了这么完美的身材 演练完之后 全红蝉还建议大家 这套马甲线训练一共有九个动作 每天建议做两到三个循环 大家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把动作做规范 不要受伤 搞笑的是 粉丝看到全红蝉都很开心 看她教授健身也看得很认真 但评论区的留言真的让人笑翻了 妹妹做得好标准 可是姐姐做不到啊 哈哈都是看词的宝宝 冠军教我健身 我去坐床上看 不得不说 全红蝉这套健身虽然她做得很轻松 但对于普通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可能看完就是做完 就是粉丝最真实的心情写招了吧 这次布达佩斯跳水试锦赛 中国跳水队也算是满载而归了 一共13个项目 金牌都拿回来了 而全红蝉无疑是大赢家之一 原本参加两个项目 结果临时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 那就是和白玉明的混合团体项目 全红蝉在之前没有充分训练的情况下 依然和白玉明拿下了金牌 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也期待她在后续的赛事中 继续拿到好成绩